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降服于神圣的引导 让我们一起看看 耶里米苏第29章第11节说些什么 主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后来有指望 圣经告诉我们神如何捡血摩西 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 然而 他的野心战胜了他 他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1-22节中 摩西目睹了一个埃及人虐待一个希伯来人 摩西意怒之下杀了埃及人 并把尸体藏了起来 第二天 当摩西试图干预两个希伯来人之间的扭打时 其中一个希伯来人置于他的权柄 并问摩西是否要像杀死埃及人一样杀死他 摩西害怕他杀死埃及人的行为 终究暴露 于是逃到了米甸地 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 叙述了司提反对公会的讲话 他强调了摩西的假设 即他的弟兄们会承认他是神所拣选的拯救者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5节消息一本说 他想他的弟兄们会因为他站在他们这边而高兴 甚至把他看作是神拯救他们的器皿 但他们并不这么看 摩西让他的热心蒙蔽了神预定的过程 当时他没有让自己的野心降服于神圣的指引 他被神拣选为拯救者没错 但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在你的生活中 要学会把你的野心降服于神圣的指引 遵循神的计划 神圣的蓝图 他对你的成功比你自己任何时刻都更有日清 我在开始做事工的时候 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他改变了我的生命 学会追求他的梦想 按照他的方式做事 他会带走你的压力和挣扎 还记得后来摩西建造会幕时 神给他的警告吗 他说 你要小心 做各样的事件都要照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 西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 当你遵行他所规定的秩序时 你就不必为任何事而战斗 成功是不费摧灰之力的 你会不断从一个荣耀提升到另一个荣耀 当你跟随神的指引 按照他的方式做事时 事情就会出乎预料的容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把我的野心降服于 你神圣的指引 我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为了福音而活 讨你的喜悦 遵行你完美的旨意 是我的喜乐 感谢你 对我的成功 比我自己任何时刻都更感兴趣 这是你坚定不渝的爱 和满意的恩典的体现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你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真言第三章五至六节 诗篇第三十七章第五节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荣耀归于神 我们相信你们因今天的信息而蒙福 我想温馨提醒大家 后天晚上十点 是我们与克雷斯牧师 四月份的全球圣餐礼拜 请访问以下的网站 并参与现场直播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 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